台湾大小是来看铁路警察李承翰被杀的命案 因为当时凶嫌搭火车没有买票 在车厢内杀死的李承翰一案 护一审的时候获判无罪 震惊了外界 在上诉的谭南高分院之后 李承翰的母亲请求何一婷撤销无罪的判决 希望改判无期徒刑 而全案在今天上午宣判了 真心男子改判17年 刑后强制监护5年 不过全案还可以继续的上诉 好 这是今天最新的讯息 好 按来看到是台南的治安真的是拉紧报了 怎么会在8天之内夺下两命呢 三个案件看起来都是有关联的 安平的枪杀命案主嫌疑似呢 追砍的小弟再枪杀了老大 这个虾米呢 他在脸书呢 想到说他是双枪射了七发 行刑事的枪决的仇家老大 而且最新的行凶跟影片也都曝光 好 看到这个画面呢 是他开车进到了警察局 要去投案的画面 那么其实呢 这是小弟呢 要去警方投案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点点调虎离山 因为小弟在投案的时间之内 那么老大呢 拿着双枪就去砍杀了 那么脚头 那么当时遭枪劫的脚头老大 还在泡茶 绰号虾米的猜信男子呢 就拿着两把手枪 进到了脚头老大的公司 朝他连续开枪 而在行凶之后 就随即丢弃了手枪在马路旁 好 整起的案件 真是让人觉得想不透 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 好 这是警方所发现的 50岁的脚头大哥 胸部有两处的枪箱 没有生命的迹象 犯下的枪杀案的主贤 就是疑似 16号餐厅停车场命案的 在逃藏进人 就是因为不满被害人 在王姓男子死后找茬 所以他设计了这场调虎离山 让一同犯下餐厅停车场 命案的同伙先去投案 然后呢 同一时间 他引开了警方注意力之后 在独自的持双枪犯案 安平区接连三起的刑案 两个人丧命 警察局长方养宁 他也出面道歉 台南社最近真的不平静 这个月16号才爆发街头砍杀命案 相隔一个礼拜 竟爆发案外案 23日晚间 平通路一处民宅前 有民众听到疑似枪声赶紧报警 所以枪声你也没听到 枪声好像有听到放鞭炮的声音 感觉是像放鞭炮的声音 几声啊 放鞭炮的声音 对 放鞭炮的声音而已 现场是一名年约50岁的脚头大哥 因为胸口中了两枪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后仍不至身亡 而涉嫌杀害他的主贤 就是日前涉及年初五 餐厅旁停车场 砍杀命案的再逃藏尽人 绰号虾米的蔡姓男子 警方初步调查犯案 主贤虾米 23日晚间独自一人驾车 到陈姓男子的公司客厅 还拿着两把手枪 看到陈姓男子就连开出多枪 造成男子当场鲜血直流 而主贤还把手枪丢在原地 在驾车到台南市行大象 警方投案 根据了解23日的主贤虾米 疑似设计了一场调虎离山之计 先请16号一同犯下餐厅停车场 命案的同伙曾姓男子投案 引开警方注意力后 再独自前往仇家开枪泄愤 台南安平区连续发生三起刑案 警察局长也向市民致歉 造成台南治安不良的形象 而他也承诺了将会持续追捕犯贤 绝对是有什么证据就办到哪里 记者综合报导 台南安平区一月起 连接发生了直播主遭虏囚禁的事件 然后又停车场的杀人命案 民宅的枪击命案 造成了两人丧命 台南警方的警察局长方养宁在今天早上说明 他说从1月21号 唐信直播主被掳求 然后2月16号停车场的杀人案 到昨天派小弟去投案 调虎离山 然后老大持着双枪前往脚头住处去 行刑式的枪决 他说这些案子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警方将会持续的厘清犯案的动机 给市民跟死者一个交代 在2月7号我们查到这四把枪 一支长枪三支短枪 他是由他们里面的一个犯罪成员 也是在这个案件里面的涉嫌人 承担是他所有 但是因为我们还在调查 离清的关键中 就产生了他们之间全力的侵杂 相互的火拼 以及后续衍生2月16号 王姓被害人被刺死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根据 犯贤到案之后的供词 相互的比对来做一个有效的离清 另外这一群的地主掳负伤 是因为利益瞧不拢 有名阳性土地开发商 在22号遭到的前合伙人指使的 庶民的小弟当街的墙路上车 一路被压到了云林 警方展开调查发现 那么在昨天凌晨成功的蓝车 救出了肉票 这辆停在路边的黑色造车 去冲下三名戴帽子的年轻人 接着和同伙抓回锁定的目标 应是将人塞进汽车后座 就连同行的女员工也同样不放过 被抓来应是往车子的后座 塞了进去 人命被害人被抓进车内 光天化日下大胆辱人 这是22号上午发生在 士林的这起案件 71岁的阳性土地开发商 董作遭到前合伙人指使 庶民小弟当街抢乳上车 那么一路被压往到了云林 警方握爆展开调查 最后专案小主事锁定了 嫌犯北上的行踪之后 23号在台北市大安区一带 将三名嫌犯查弃盗案 同时也救出被害人 据了解这名阳性被害人 是合作超过40年的 继姓合伙人疑似 因为买地产生了纠纷 双方多次争执破局 而继姓男子的女儿是气不过 才会伙同丁信男友一起策划 这起掳人报复 警方也依妨害自由恐吓取材等罪嫌 将三名嫌犯给送办 同时并扩大追查再逃的 这个榜人的嫌犯 好 这一期的合作案 为什么会因为利益翻脸呢 地主如种的负伤 原因就是因为呢 龟山A7的买地爆发纠纷 在2018年的时候呢 那么龟山地可以说是整个爆量 结果呢 这个看到这个重化区呢 当时是北部五大重化区当中 建案量最大地区 当然呢这个利益也是非常的丰厚 有优优 那么整个案件呢 是包括了这一名 其实两个人年纪都蛮大的 一个是82岁的地主 卢走的是71岁的负伤 好 然后后来呢 刚刚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在女员工吉利的挣脱之下 后来挑车向人求救 好 其实他们两个人 已经合作很久了 已经有40年了 就为了利益呢 撕破脸 那么后来呢 这个负伤 其实他也曾经有设过一些案件 包含呢 涉嫌刑贿法官事件 好 这个龟山A7的重化区呢 其实是退案交易量暴增的地方 房价的涨幅也超过了台北 也因此呢 会有这么多的利益纠纷 那么都变成今天这个地主呢 卢走负伤的事件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 台中市有名 郭信台商 在上个月从大陆回台之后 他无视于居家的检疫规定 三天之内外出了七次 被台中市卫生局重罚了100万元 但是呢 他只有缴交了50万 查封了房地产 还有他的电动汽车一部 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谢云珍告诉我们 好 直播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台中分署人员 来到郭信台商的住家 强制执法 因为他从大陆回来后 居家检疫期间 短短三天就外出七次 到卫生局强制送往 集中检疫所重罚100万元 目前只有缴了50万元 一起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他基本上他目前来台 回来台湾之后并没有工作 而且什么时候能够 再到对岸去工作 也不是那么确定 所以他当场请求分期 也经由移送机关的同意 所以他办理了分期缴纳 分期的期数是总共18期 每个月约缴两万八千元 这名台商甚至哀求说 自己不收台湾防疫规定 才会再拘检期间到社区大楼 一楼大厅拿东西 通知厂商维修电动汽车 再加上居家检疫提前 手受伤到附近药局拿药速速 就回家 希望能暂缓执法 不过分属人员 为了确保他按时交纳罚款 除了查封他的房产之外 也扣押了他的特斯拉汽车一步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先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